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惊险的场面 在新北市出现了一名专停霸王车的连结车司机 他在五谷的停车场停了四天 欠下了1200元的停车费却迟迟不缴 而当他准备要把车子开走的时候 管理员牵着摩托车挡在连结车前面理论 没想到这恶霸驾驶竟然就开着连结车 直接冲撞管理员和机车 幸好这管理员及时跳开 但是摩托车已经被碾碎 而恶恋的行为也全部都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管理员骑着机车挡在连结车的前面 前脚才刚离开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听霸王车的驾驶突然猛踩油门 硬生生把机车给撞倒 管理员见状后马上打电话报警 但这时候更可恶的事情来了 驾驶一不坐二不收 又再次撵过机车想跑 让管理员气坏了 直接用肉身挡车 车开出来就是隐隐机车在那边把他撞下去 一开大车的人会有死角 不但把机车撞烂 坚持不缴钱 警方到场后 阿爸的驾驶竟然还说 因为连结车有视线死角 才会直接撵过 但机车明明在正前方 怎么会有死角 简直再骗三岁小孩 而且再看一次这个画面 要不是管理员及时跳开 恐怕结果不堪设想 现在管理员控告他蓄意毁损 要让这名阿爸的驾驶得到教训 再看一次 谢谢大家